前来观摩的屏东三地门乡民 在上午11点抵达山泳部落 在聆听有机野菜园主的分享 推动有机野菜的种植经验后 再度前往部落下方 约一公里河床的有机野菜营区 三地门乡的族人看了大片的有机野菜 成功了种植经验 令他们感到兴趣 乡长也有人想法 它有它的特性 那我们山上的地 能够种的并不是很多 那我们怎么样按着这个节起 以及我们的需要来去种植 那是最重要的 不要造成竞争 那希望说是以团作的方式来去执行 三地门乡的族人初次看到许多野菜 非常兴奋而且纷纷讨论起来 年过60岁的夫妇看到熟悉的野菜 也非常兴奋 认为这些都是小时候常吃的野菜 生育有机野菜推展种植资金 从十多种的野菜 如今种植到40多种 负责经营的族人表示 每一车野菜的销售平均都卖到 20多种野菜 对部落的产业经济发展 有很大的帮助 那在销售的部分大概40几种 当然会有一些季节性的因素 那原则上会留在20几种左右 在固定销售的部分 那你说很多人来这边取经 其实我也是很欢迎各部落 能够来这边来看一看 其实大家互相分享 因为毕竟做热一件事情 一定有它的难处 并不是说来这边看一看 把种苗拿回去 就会培养得出来 张宣文表示 达伦生永部落一带的泥土 属于沙利土 在种植蔬果上很不容易 但在他多次请教专家之后 认诺成功地种植 适食多种的咬鸡野菜 让他有信心 而且对部落积极推展产业上 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和扫非亚夫录 台东达伦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